這是什麼東西啊 它講高音 它就會跳起來 這樣大家看到嗎 記得繼續的關注 然後要點一下訂閱 我覺得剛剛那個遊戲 並沒有讓我們開嗓 是讓我們要去看醫生 整個聲帶尖叫到 會整個流血長繭之類的吧 好今天呢 有知意跟佳琪在我們當中 所以要教大家 開嗓他們的秘訣是什麼呢 大家好我是佳琪 你也站在後面了吧 好 你的開嗓秘訣是什麼啊 我都會做 就是鼻音的共鳴 對 好讓我們大家一起來 有沒有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呢 不要喉嚨用力 OK 這個它主要是要讓你的共鳴往上跑 但是不是用喉嚨用力 跟身體用力的方式 所以在做這個發聲的時候 你一定要用一個最柔軟 輕鬆的方式 對 然後讓你的 很難喔 讓你的脖子都要放鬆 那我唱的時候我可以這樣亂動嗎 是脖子不要亂扭 只要微微扭就好 OK好 嗯 那我們再一次喔 那嘴巴張開還是閉起來 都可以 都可以 嗯 或是嗯 都可以 重點就是呢 用鼻腔對不對 讓你有一個 比較前面的共鳴 然後比較上面 謝謝佳琪老師 謝謝佳琪老師 下一位 登登 他是芝毅老師 嗨 芝毅老師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 可以怎麼樣呢 嗯 開嗓咩 開嗓 呃 我喜歡唱驚喜 驚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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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 哎呦今天太早起來了 我要昏迷 呃我的感覺是 他聲音會比較前面 OK 就讓我的嘴巴也盡量不要就是 往外開這樣 有的時候很容易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唱歌 不可以往外開 對 橫掉 嗯 要上下 是 所以剛剛 然後把聲音往外投射 老師剛剛的魔衣是E對不對 對 所以唱精細的感覺 來我們大家來試一下 我會把我的食指放在我的門牙縫上 我就會 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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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覺有救護車要來的感覺 是的 嘻 好 今天呢 我們有兩位老師在我們當中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可以快速的開桑 所以希望你們大家都學會囉 耶 哈囉大家好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跟我的唱歌小技巧的話 請記得訂閱訂閱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記得按讚 然後分享給你的朋友 see you next time bye